接下来我们看5.2的空气的污染 这个小节的练习 请选出造成酸雨的气体 这边告诉你是有两个选项的 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 总之你会看到硫 有氧 氮 氮 氧跟氧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酸雨 二氧化碳呢 虽然它融在水里面会被碳酸 但是碳酸其实是弱酸 所以它不是造成酸雨的原因 一氧化碳也不是 然后这个浮氯化合物 我们持续会再讲 它是造成臭氧层破洞的一个气体 一个化合物 浮氯化合物 OK 所以这边是二氧化硫跟二氧化氮 降水的pH要小于5.6 才会被科学上是被称为酸雨 所以是小于5.6 不是大于5.6 然后不是4.6 这样子的 何者不是酸雨的危害 土壤酸化 危害植物 腐蚀建筑 腐蚀铜像会不会 刚才我也稍微的特别提醒大家 因为铜像 铜会跟酸反应 即使你给它是强酸 我们实验室做也是有试过 强酸加铜都好 它是不会反应的 OK 所以这个铜像就异态位 铜像异态位 下列有关酸雨的说法 错误的是 酸雨的pH是大于5.6 小于5.6 不是大于5.6 这个很明显 就错了 其他的话 像酸雨主要有害的物质是亚硝酸 亚瘤酸和硝酸 这个对 就是二氧化硫 融在水 它就会形成亚瘤酸 如果是二氧化氮 融在水 它就会形成硝酸 OK 所以这个是对的 酸雨使到水域和土壤酸化 损害农作物和林木的生长油 酸雨会使到建筑物和文化古迹 受到腐蚀 这个也对 OK 然后网络上有流传一个梗图 这个梗图我有没有放在里面 反正不重要 就是我们的马来西亚的四季版本 包括了季风雨灾 水灾 还有古通热症 还有流年季节 还有烟埋的季节 所以这个烟埋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 主要的原因是林国 那个印尼烧巴的行为 OK 所以不是它在生火三分发 也不是因为煤炭发电 然后什么过度使用冷气机 这些都不是了 主要是因为烧发的行为 下列何者不是烟埋引起的疾病呢 肺结核 肺结核如果没有记错 还有那种细菌还是病毒的概念 所以是跟细菌病毒有关的话 就不是烟埋造成的了 所以这个课本上有提到什么慢性脂气管炎 肺癌 消肠 这些其实都是多多少少跟烟埋有关 都跟烟埋有关 OK 这还有这个是不懂哪一位老师出的 还把神雕侠侣里面的片段贴下来 那主要呢是讲什么黑龙坛那一边 士气很重 然后有白布笼罩 白布笼罩 过后呢 是谁啊 这个 这个好像是小女孩 我不懂这样读了 他就跟杨过讲说 大哥哥 这个烟埋好重啊 看到我看到前方 然后杨过就笑说 非也非也 此非烟埋 他就讲这个不是烟埋 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 这个是正确的 基本上是正确的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因为白布 白色的话 基本上都是 小水滴液化成小 水蒸气液化成小水滴 才会有白色 OK 所以你看烟埋 基本上是黑色的 所以我们讲说冒出烟 黑烟 那种才是烟埋 那白色的话 白烟基本上都是水 水蒸气来的 水蒸气液化成小水滴 你才会看到白色 像我们的云这样子 云也是白色的 对吧 基本上白色的都是 这一个我们叫 结合成小水滴 那你会看到的这两个选项 好像都很靠近 我们再看一下 它到底哪一个字不同 正确 那是白布 布是因为 早晨 寒冷 水气 在空中 凝结 成 为小 小水滴 而成 这一边写凝化 它就插一个字罢了 凝化是什么 凝化变成固体 对不对 但是变成小水滴 应该是 凝 液化 我们学的版本叫 凝化 凝结 这个是小学的写法 也是可以接受 凝结 但是凝化就可能不对 凝化是变成固体 这个选项也是真的是 坑人 要看清楚一点 请选处造成 温室效应加剧的 主要气体 二氧化碳 OK 所以这个没有那么大问题 然后 下列核子燃料的使用 不会产生 二氧化碳 什么东西燃烧会 产生二氧化碳 这个燃料本身有碳 本身里面有碳 它燃烧才会产生 二氧化碳 氢气里面只有氢 它一燃烧产生 只有H2O水 所以呢 你看它氢气 就不会产生二氧化碳了 石油是碳氢化合物 天然气也是 这个 煤炭也是 这三个我们都叫它 碳氢化合物 它里面肯定有碳 肯定有氢 氧有没有 这个就不晓得 有些有没有 OK so 基本上我们就叫 碳氢化合物了 碳氢化合物的话 它会有产生 二氧化碳和水蒸气 而氢气 只会产生水蒸气 不会有二氧化碳 所以这个呢 就是 他们就讲说 这个氢气啊 我们如果用氢气来 作为燃料的话 我们可以解决 这个温氏效应的问题 但是问题是来了 氢气的 氢气的那个储存啊 或者是 安全性的问题啊 还是很大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目前我们的还没有用 氢气啊 作为燃料 下列 哪种燃料 燃烧 或开采 能源中 是目前造成 温氏效应的准硬 最主要还是 那个 那个叫什么 化石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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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煤炭啊 天然气啊 石油啊 这些 燃烧 氢气的话呢 就不是啊 目前我们其实也很少用到这个氢气 很少用氢气作为燃料 太阳能发电 如果用太阳能发电的话呢 就不会有这个温氏效应的问题 核能发电 也不是主要呢 所以主要呢 还是这个二氧化碳的一个产生 照着我们的温氏效应讲究 OK